旅客拉著行李箱 帶著大包小包的行李 來排隊準備出境 長長人龍在紅龍間 來回排了至少四排 隊伍還延伸到排隊區外 28號一大早 在桃園機場 會有這麼多要打擊出國的人潮 是因為許多學生開始放暑假了 大家在暑假的最開始 要搶第一波出國去玩 你要出國開心嗎 開心 我們本來是11點的機票 然後所以這會兒8點出發了 8點半來看這個人潮 哎呦 還上得了飛機嗎 旅客要出國真的都非常開心又興奮 今天的出入境人次呢 就有12萬人 已經是逼近了春節的人潮 可見大家在暑假有多麼期待 利用長長的假期好好出國玩一玩 而兩個月的暑假 除了出國旅遊 在國內也有許多好玩的活動 每年依賴童晚節 都吸引許多大小朋友來玩水消暑 而花蓮紅面牙放暑假 今年以親子合家出遊為活動主軸 就由部落守護花蓮觀光大使 紅面牙在鯉魚潭展出 結合科技深光展演特色水光秀 融合在地文化展現花蓮當地意象 而一年一度的台東熱氣球嘉年華 7月6號在陸野高台拉開序幕 活動持續到8月19號 各式各樣可愛卡通人物的熱氣球造型 每年都吸引許多大小朋友前來朝聖 今年有超過30顆來自全球和台灣的造型球參與 其中有不少熱氣球還是首次到台灣參與盛會 耗資千萬打造全新熱氣球 不過只限定45天 其中一顆還是全球唯一包包造型的熱氣球 讓許多民眾都非常期待 不過其實不用出國 在國內就可以享受非常多有趣 而且特別的活動 不只可以感受當地文化 也能玩水消暑 東正新聞綜合報導